大家好,我是毛乐华 我在泰州 我在这样的泰州 我在逛街 然后逛了一班 我发现前面还有个公园 就在我的前方 我准备去公园逛一下 我们走 就是地方 九峰路 好像这个公园就叫做九峰公园 我也没来过 地图上显示 前面就是公园 我准备去逛一下 走 这里是一个挖掘机器 停在路边 前面就是公园路口了 绿化不错 我们走 这里是山 好几座山 连成一片 山顶好像还有塔 这里有个KTV 还有一个文华书院 我们进门再说九峰公园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进去换一下 这里 绿化非常好 全是树 非常漂亮 我们往前逛一下 这里是一些 修剪过的一些植物 这里也是 里面 还有些花 远处有谁在吹 喇叭 我准备近距离去观察一下他们 看下它在哪里 我们往右边走吧 走 这里有很多林间小道 我们往前走 这里有个雕像 走 这是什么花 好像 有一点缺水 有一点缺水的痕迹 董行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花 我不认识 我对植物学不是很有研究 我准备往前走 前面有火箭筒 就是这个火箭筒 厉害了 这里是一个 儿童乐园 这里有很多火箭 我们再往里走 这里有很多 菠萝树 菠萝 好像是菠萝树 有很多只 这里是售标处 我们不买票 我们闲逛一会儿 这里有大象 红花梯 从这边爬上去 就可以滑下来 非常方便 我们看一下地标 这边有个感应塔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锐龙 感应塔 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塔 应该是这个方向 走 这是大象 这里 还是很多游乐设施 应有尽有 这里是马车 这里是迷你穿梭机 这里是精灵 个园 不错 我们走出去 城堡园的门面 走 这里是商店 小卖铺 有很多玩具 这里 植被 非常茂盛 有点像 中山公园 我以前在 广州混迹的时候 喜欢去 中山公园逛街 感觉 有一点点 类似 我们 往这边 过桥 走 这边 还有 九封书院 我们往这里走 好像就在前边 这里有 原味奶茶 有 池塘 这是 小桥 里面有没有鱼 没有看到 这里有条鱼 红鲤鱼 就是这个 我们走 感应它 还在前方 还在前方 我们往前走 这个塔比较难找 这里有庭台 楼阁 风景 不错 这里是茶楼 没有人在喝茶 但这里是茶楼 这是 长在陆地上的荷花 看着不像 往前走 前面就是感应它了 我已经看到了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塔非常高 被树遮挡住了 这个树也非常高 我们看不到塔顶 我们看一下这边 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塔 宋代宣河年间 毁于火灾 但是它还留着 北宋开宝年间 建 塔里面还有发现 建龙四年的冥王 那么这个塔应该是 建于建龙四年 即北宋千德元年 这个 北宋到现在应该有 将近一千年吧 可能一千年没到 但 这也是一个千年的塔 这里是1991年开工 历史一年 花费 15万两千元 重建了 这个就是塔的历史 非常厉害 我们在 观察一下这个塔 非常高 看不到顶在哪里 看能不能找个角度 把塔顶给拍进去 看到了 非常高 这就是感应塔 这边有一条溪 小溪 三间小溪 这里还有一个庄园 一样地方 溪水非常清澈 这是小溪 环境非常好 这里还有一个碑 瑞隆感应塔 1997年8月公布 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这个塔 非常古老的一座塔 我们再从这个角度 观察一下这个塔 古塔 可惜爬不上去 只能在塔下 近距离观察一下了 这里长满了一些小草 比赛 应该怎么可以 呢 这间 速试 显